第1249集 秦笑了声,芸汐转头从秦渊手里拿过了刚刚从男人鼻梁上撤下来的眼镜,拿进了仔细看了眼,眼镜脚上还卡着一条从男人头上扯下来的头发,拔下头发,她转过头朝秦渊笑了笑 秦渊,帮我拿一个蜜蜂带过来 秦渊虽然看不懂她到底想做什么,却还是照做了,把审讯室里备份的透明证物袋拆了一个给她 现在,对我来说你是谁派来的,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是谁 芸汐晃了黄手里的证物袋,袋子里看着空无一物,却仅有一根头发 有了这个呢,一旦我证实了你的身份 那么,你就是我手中最好的一颗棋子 那人盯着她的眼眸,渐渐变得激烈,绷着张年轻的面孔,警惕又防备 芸汐似乎很满意她这样的反应,笑着看向小床上眸色阴冷的男人,故意扯着嗓子道 哦,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啊,韩红斌呢,昨天早上放出来了,不过,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啊 再听到韩红斌三个字,尤其还是他故意告诉她的,明显的就是不怀好意 那人脸上的神色僵了僵 音质的眸子,死死地盯着她身上 可是很快,她又回复了刚才得意到无懈可击的神色 演示得不仅很好,甚至天衣无缝 芸汐直勾勾地盯着她 这么快速地反应,或许别人注意不到 但是她不一样 她是有备而来的突然发问 也是等着她,掉进陷阱 自然比别人更容易,抓到不同之处 她能演示得这么地毫无缝隙 如果不是受过专业的训练 那必然就是个 天才型的犯罪人选 一切莫站在边上,一直没说话 犀利的眼神,仔细地打量着这个男人 和芸汐说话时的神色异样 身为反恐专家,既然要有谈判的手段 同样还具备,透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芸汐几句话,虽然说得她一头雾水 但是她能看得出来,每一句都戳到了这个男人的弱点上 看来,这丫头是知道她的身份了 我那没什么要问的 就问一问 那个炸弹,是不是你做的 总算不会被芸汐这个小丫头针对 那人转握头,看见一千末 冷笑了声 哼,没错,是我做的 你很有犯罪的天赋 不过,下次记得犯罪的时候 留在现场,看完自己的杰作再走 免得真有懂得拆弹的人呢 坏了你全盘的计划 顿了顿,一前莫看了眼 她那副被囚鱼牢笼的模样 自言自语地补了一刀 不过,就你这样 你后半辈子,也别想出去了 炸弹是你毁的 她放下炸弹就走了 后来一路逃窜 被人追踪的时候 听到了爆炸声 原本以为已经成功了 却没想到 这丫头竟然完好如初地 出现在她面前 她就知道,自己失败了 一前莫冷笑了声,没有回答 转身,直接离开了 出了监控室 一前莫看了眼 一在门口站着偷听的木飞驰 再看看刚在自己身后出来的芸汐 两人看着她的目光 都带着几分异样 一前莫没忍住问了句 怎么,你猜到她是谁派来的 我刚刚说了 谁派来的不重要了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 她是谁 芸汐换了换手里的证物袋 转头看向奇缘 小声叮嘱了句 给我弄寒红边的头发 或者血液样板什么的 弄一份过来 她要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